昨晚就有一場英超的獨腳戲 就是阿仙奴主場對西部朗 比賽的之前 雲家就在訪問期間說了一些很奇怪的說話 說什麼呢? 他就說今年的歐聯主賽圈裡的分組賽 有很多無謂的賽事,沒有趣味的賽事 令到他覺得今年歐聯很沉悶 我都明白的,有時傳媒是會溜一下他講話 有時溜完他講話之後 也會鋪大了他講的話 或者斷章取義 但實在,如果是照雲家這段說話來講 我都覺得他是講遲了 他應該講早些 就是說在歐聯改制之後 球隊的數量多了 當然分組賽的質量會下降 應該很早就要講了 來到現在才講這句話 不多不少又會被人聯想起 會不會是你葡萄 沒有你阿仙奴就覺得好像不過癮 沒有你阿仙奴就沉悶 不過始終這段說話都是傳媒引述的 所以我就覺得得淡笑就算了 好了,這場賽事其實阿仙奴是主場 所以他們應該要主攻 但是他們依然是出三中堅的陣式 那前場來說 今天藍絲是做超級連結人反擊AMC的位置 還有就是山齊斯和拿卡錫迪 三人進攻組合 其實這個陣容來說 我覺得對車路士就好像幾好 但是對西布朗就一定是風險 為什麼呢? 因為實在西布朗是會縮的 他們作客也是弱點 這個陣式來說 其實都講過很多次了 三中堅就不是很適當於主攻的 因為邊路球員就只有一個 他們還要拉到上去很前的位置 也就是說邊路球員只有一個 拉不到好邊之餘 也都很容易被人打反擊 而且你要主攻的時候 也都失敗了些進攻球員 就埋了中間的位置密密麻麻 所以為什麼七分鐘就會被人打個反擊 就是因為中間太密了 那卡錫迪回來拿球都叫勤力 但是他照給藍絲 藍絲有理沒理轉身去 這一下就錯了 主攻來說 就是藍絲組AMC一般 結果就打回頭 就被人打個反擊 那巴里呢 這個是西布朗今天正選的中場球員 交個漂亮的過頭波上去 找到洛迪古斯去跑一段進去 進了禁區的了 一級 那結果呢 這個是德國的防守球員 梅斯達菲很魯莽 其實那個位置呢 洛迪古斯是欠缺角度的 不需要躺下去啊 梅斯達菲 人家射過去 入了的話 都是獅子的問題而已 不是你的問題來的嘛 所以你不躺下去 其實對手都沒什麼機會入波 但是你躺下去呢 即使你是有縮腳也好 你是真的有少少困到對方 是有12碼的危險的啊 那對方呢 就叫做不醒目的 其實他躺下去呢 不去追過波 有可能會有12碼 但是他起翻身射波 不過都要差一差 就是他積極起翻身射波 中了一條柱的 那若果呢 不是獅子救到這球 其實就不中柱就入了 那球勝見到你射了 算數了 得益了 都不再想一下 是不是真的犯規給12碼了 那這下呢 一早輸了就很糟糕了 幸好就沒事了 那其後的波 其實中了柱之後 滴出來呢 利費摩亞也有機會保重的 不過都要差一差 就是他們今天的 是阿仙奴左後位 哥拉辛尼斯呢 是有給點壓力 利費摩亞 否則利費摩亞呢 如果輕鬆有機會 真是可以保重 真是領先到的是西部浪的了 好了 去到10分鐘的時候 終於阿仙奴 有一個簡單一點 是左轉右 右轉左的是攻勢 這次是左轉右的啊 西部浪的防線這一下 都要談一談的 人也多 但是防守區域來說 就過分收縮去中路 所以呢 這個是艾蘭尼呢 就是把球轉到右邊 是過頭球來的 結果找到 就是後上插入去的 是比力蓮 那這下第一時間 鬥回來中間 找到藍絲後上插入 接應再投錘攻門 都叫挺爽朗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個球是涉及了高空球 所以呢 都是有一定的難度的 而且阿仙奴暫時呢 是沒有能力 用三個進攻點 去組織組低難度 攻門的 是滲入式攻勢呢 那藍絲了 要講一講了 今天呢 他是有一個插入的功能 我覺得是當然是好 一向呢 他都是做得很不錯 在這方面 但是如果 他做了太過多插入的工作 也就是反過來 他就會做少了 在主攻層面上面的 禁區頂停波工作了 所以呢 進攻中場的位置呢 又要勞煩山提斯去幫手呢 去給波蘭絲插入 就好像三十二分鐘的 這一次是一個好的例子了 就是主攻的層面上面呢 山提斯給一個漂亮的球 是給他插入 始終呢 他就不是一個 在主攻層面上面呢 是適合踢於這個是 進攻中場的位置 他應該是踢回一個 是中場中的位置就算數了 這個當然呢 這個理論就是 在主攻的層面上面的 如果反擊的話呢 他做超級連結人 應該還是可以的 去到呢 就是十八分鐘的位置了 幸好呢 阿仙奴就留到山提斯了 結果呢 即使有些老鼠拉龜呢 山提斯都可以呢 盡量幫互傳互動上面加速 令到那個波呢 是較貼近於這個禁區頂 這次也就是駁到對手的犯規了 罰起禁區頂呢 其實山提斯在上半場來說 射三腳佛球呢 都叫過到人場的 有威脅的 狀態不錯的 那這次呢 就可以賺一賺 就是入球的 是拿卡錫迪了 因為呢 他一路都有準備 就是跑進去撿雞的 那有意識呢 也都努力是一件好事 那對手也都 沒有好好追好他 那結果呢 他憑借著意識和努力呢 就入到這球 撿雞球了 1比0了 不過呢 這個入球呢 是要稱讚阿仙奴的球員呢 就是山提斯 那卡錫迪他們呢 而不是稱讚魂家 哦 因為其實呢 這個球呢 是級數的展現 和魂家今天的戰術是無關的 那領先了之後呢 那阿仙奴理論上是 可以反擊多少少的 或者是假對攻 那藍絲呢 就是參與很多的反擊AMC的位置了 好了 到了37分鐘的時間 但是反過來 藍絲在主攻又要打屁股 那這次呢 他在主攻上面呢 就是膠塞了球 結果又被人打一個危險的反擊 那顆森賢奴好厲害哦 做個漂亮的假狗支點呢 就給到這個是後上插入來的20號波蘭中場球員呢 是基高華克呢 跑進去的 那這個波蘭球員好厲害哦 他竟然之間跑贏到呢 就是哥斯尼哦 那結果呢 他是可以用高波傳中的 那右手邊的西部浪晉空球員呢 都空軌了的 而這個時間呢 要彈一彈的就是夏卡啦 夏卡呢 他最應該是儘快加速跑進去追回頂波那個人 那他是度步的 那結果呢 那頂波的人就很輕鬆了 那頂呢 其實就入了 過了獅子了 那波已經好彩 阿蒙尼爾呢 就回回來 護回空門 那他很厲害的 叫做呢 就是 就是聰明地回到龍門 是有意識的做到這件事了 那不用失球呢 當然就要贊一贊 蒙尼爾了 是要贊阿仙奴的球員 那但是呢 要罵的都是魂家的 就是你的戰術 三中堅主公被人反擊的 那你會說 那會不會這球球球 其實是藍絲交失球才會搞成這樣呢 那沒錯 但是 主要的責任呢 不是全部在藍絲身上的 因為呢 就是魂家把藍絲 放在一個 今天不適合於主公陣式裏面的位置 才會搞成這樣 好了 差不多完上半場的時候 阿仙奴呢 都接收到很多 就是弓棍 結果都有些險情 好處就沒事了 去到下半場了 終於呢 就做到個中短期的進攻 我終於都發現一件事了 就是阿仙奴 原來呢 他做到中短期的進攻 是靠一條人而已 那個呢 就是他們的左後衛 哥拉辛尼斯 那 山齊斯做個漂亮的假狗支點 就給到他 他再跑一段進去的 那如果不是他一支箭 能夠一路得住身位 一路跑進去的話呢 其實那個進攻就停了 完了 不會有中短期 那結果呢 他也都給到一個漂亮球進去 是地球 地球就好拿很多的 結果呢 艾難尼就接應到 那也都呢 就是分到被橫邊的 那卡射迪 空曬的情況下 射球 但是呢 射球那個時機呢 就慢了一點點 也都呢 就是給對手西布朗的後防球員 是可以翻倒身 就封住那個球 那比賽呢 一開始就去到65分鐘了 那藍絲呢 那他就做到事了 那這次呢 他接應左手邊的 是哥拉辛尼斯的 是直線傳送 去跑進去 那當然呢 他插進去的功架是好的 那這下呢 他在左手邊一路壓下去 結果就遭逢到對手的犯規 十二碗 那究竟是不是犯規呢 還是坊間所說的 肩膀對肩膀呢 那這球球呢 我的看法就是 你留意回呢 就是那個防守的球員呢 他壓低了藍絲之後 其實自己也跌低了的 那也就是說呢 他是有衝力地這樣 去壓到藍絲那裡 那這個肩膀對肩膀呢 你壓低對手 你自己不會跌低的 但是如果你加了一些衝力下去的話呢 你撞低對手 你自己也會跌低的 那當然呢 有衝力地撞低人呢 那叫撞人 就不是叫肩膀對肩膀 就不是叫牙位的 那所以我認為呢 十二碼是可以判的 那卡射迪就射到2比0了 那領先了之後呢 那阿仙奴呢 那阿仙奴呢 理論上又可以打反擊的 那但是只有雲加的調動呢 就是換了兩個 不會反擊的球員出來 包括是基奧特和奧斯掩 當然呢 那些反擊就打不到啦 那但是呢 西布朗呢 都沒有什麼辦法啦 實力上面呢 是兩球對他來說 都是有點難度的 那結果呢 阿仙奴呢 通過球員的級數 和努力呢 就贏了一場 和教練無關的勝利 事關呢 第一球球呢 是入罰球 就是球員的級數來的 而入罰球的之前呢 其實阿仙奴根本沒有形勢 還差一點 在戰術上面 被人打一些反擊 那所以雲加今天呢 都是要多謝一些球員 和自己呢 又是要想清楚 究竟 你對藥隊 是不是真的 繼續要用三中堅呢 好啦 今天呢 就是這個蔡侯萍的 那大家呢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想鼓勵一下小弟 你可以看我的影片的之前 如果Youtube 是插了廣告進去 你播完它就OK的了 好啦 那今天呢 還會另外有一些 在歐聯的比賽預測的 大家要留意一下了 拜拜